狐狸妈妈的故事 谁 停消 我是姜妹生的机器人 快点 滴滴 智慧宝盒来了 姑姑哥来了 谢谢你 姑姑哥 姑姑哥再见 小朋友们再见 孩子们快来看 姑姑哥今天送来了什么 好可爱 超级无敌小铲子 可以去踩蘑菇了 好 咱们出发 我们去踩蘑菇吧 看蘑菇在那儿 你们在干什么 我们在踩蘑菇 什么 踩蘑菇 对 回去炖香喷喷的蘑菇汤 我也要喝蘑菇汤 一度 有的蘑菇能吃 有的蘑菇是不能吃的 对 蘑菇的汁都藏在皮修的脑袋里 让皮修告诉我们 我们去看看吧 这种蘑菇适合灯汤 太好了 我们再去找找吧 找多多的 做香喷喷的蘑菇汤喝 快看那是什么 什么也没有 我明明看到了 毛茸茸的晃了一下 又来了 是不是怪我 小小鲁巴 那到底是什么 我们过去看看 我要抓住你 抓住你 抓住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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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狐狸 你这是怎么了 好痛 萧萧 别靠近 为什么 狐狸是坏蛋 我不是坏蛋 故事里都说狐狸狡猾 最喜欢骗人了 他们是坏蛋 可是你们看他的样子好可怜 都流血了 他肯定是故意装的 分明是想骗我们 假装的 咱们快走 小小鲁巴 他真的是装的吗 我也不知道 小伙伴们意见不一样 淘淘和天天说狐狸在骗人 于是小小鲁巴和香香没有帮助狐狸 小伙伴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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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认为狐狸真的是坏蛋吗 小伙伴们 小伙伴们 那也没有